DXC 2019 ICT P1A MC 第20题 这题有40%学生答对 这题问下面123E3 哪个是Operating System的主要Network的功能 这题目是点击问一条关于Operating System 例如Windows、MacOS、iPadOS 主要的角色、Role和有什么功能提供 Operating System允许电脑可以互相沟通 这个很明显对 因为基本上现在的电脑 它都不是一个stand alone的电脑 它不是只能够独立操作的一部机器 它一定要跟其他电脑沟通得到 Network得到才有用 而Operating System控制Network bandwidth 控制网络的频宽 这个想想对不对 什么叫Network bandwidth 就是我们连接网络的速度有多高 这个是不是OS去控制的呢 等于我查看电脑的Network bandwidth 通常有个meter会弹出来 你的Network bandwidth有多少Gigabit Megabit之类 这个网速其实是你的Network Connection的类别 例如你是用宽频还是扎频 或是用光纤 这些都会影响网速的 那麽就不跟OS似的 或者基本上这件事不是的 就是由OS去控制 所以是不对的 3.Provide Network Security 就是OS会提供一些网络安全的功能 或者保安措施 这个也都对的 例如Windows会提供一些网络 让你的Network很容易被一些Hacker入侵 所以答案就是one and three only B4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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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